大家好,今天我们来读一个吕氏春秋预言,楚人丢宫。 楚人丢宫,一个楚国人丢了宫却不去找,说楚人丢了宫,楚人捡了宫,还找什么? 孔子听说了,说去掉楚就可以了,老子听说了,说去掉人就可以了。 楚,古代南方国家在湖北湖南,公,射箭器具,孔子,著名思想家,主张爱人,老子,著名思想家,认为道是世界本源。 这个预言来自吕氏春秋。吕氏春秋是吕布伟主持编辑的。 楚人认为,宫被另一个楚人捡了,就不用去找了。 孔子认为,宫被另一个人捡了,就不用去找了。 老子认为,宫是天地一部分,根本就没丢,也不用去找。 老子代表了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传统。 现在我们再来读一遍。 楚人丢宫,一个楚国人丢了宫却不去找。 说,楚人丢了宫,楚人捡了宫,还找什么。 孔子听说了,说去掉楚就可以了。 老子听说了,说去掉人就可以了。